2021印尼大师赛已经开打 看了下南丹的签表 感觉陶田太悲催了 估计进不了决赛 因为在他的四分之一半区 有长山甘太 李子佳和许光熙 都是近期击败过他的 要说陶田也是够倒霉的 东京奥运会被小许击败 遭遇一轮游以后 就像虎落平阳 谁见谁欺 先是苏碑被石头击败 石头击败 那场比赛石头先赢一局 放弃第二局 第三局在猛攻 打得陶田一脸懵逼 之前的苏碑半决赛 也被小李2比0击败 搞得陶田有些抑郁 我还能不能打 这还不算完 汤碑对阵韩国 再次被小许击败 小许好像只对陶田感兴趣 跟打了鸡血一样 很有镜头 丹麦赛上又被师弟KO了一次 这次是有伤在身 输球可以理解 前几次就有些意外了 世界第一不是这么好当的 所有人都看着你 都想干掉你 你不努力别人就能超过你 想想林丹和李宗伟 他们的实力近20年 一直保持在顶级水平 有多不容易 其中还要防止不要受伤 难 真的太难了 真的太难了